我是看你 好 其实我有心理的状态 我仍然可以为世界祝福 我是安可梅 是One Wish SG的创办人 从2021我就开始帮小孩子庆祝生日 到现在帮了400多个小孩 完成他们的愿望 当我还是个幼儿园老师的时候 有一个小男孩在我们庆祝 他朋友的生日的时候 他就来到我身旁 拉着我的手 问我 几时我才能庆祝生日 我就告诉他 很容易 我告诉你妈妈跟爸爸 跟他们沟通一下 安排就好了 可是他就说 你问我爸爸妈妈也没有用 因为我家庭没有钱 当我听到这个五岁的小男孩 告诉我他没钱了过后 我就有一个感动在我心里 很像就是神告诉我 鼓励我 新加坡那些品种的小孩子 你要帮我好好照顾他们 给他们实现愿望 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有被霸凌 当时我找不到人疏苦 长大了过后 我有那些忧郁的症状 所以我失去了很多朋友 然后这些痛苦的事件 慢慢地累积 医生观察了我的症状以后就说 我有精神疲励症 然后精神疲励症过后 我待在家因为吃药 我重到87公斤 我失去了希望 我觉得 本身没有意义了 我也找不到出路 有一天我就去了医院 我就看到了很多别的病人 他们其实生活的比我更糟糕 然后那天我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走出这个黑暗的路 有一天我就睡觉梦见自己 在耶稣的怀里 耶稣就告诉我 我创造你的时候 你是好的 不管你是长得怎样 你还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孩 然后他把我交给了我妈妈的手上 然后妈妈就交给另外一个人的手上 大家都说 你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孩 所以那天起变得更开心 不久后我就有一个感动 翻回六年前我写的日记 回想到当时是幼儿园老师的时候 我有帮助一个贫穷的小男孩庆生 我感觉上帝就跟我说 现在是时候成立One Reach SG 帮助更多贫穷的小孩子 我觉得帮小孩子庆祝生日 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在他们成长过程 庆祝生日 对他们有一个很深的影响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 我买了一个蛋糕给一个家庭 然后我们在唱生日歌的时候 那个小男孩就告诉我说 谢谢你帮我庆祝生日 因为我没有庆祝生日过 我觉得我真的很感动 成立One Reach SG的过程 我的动力就是我想要 跟这些小孩子分享上帝的爱 帮他们知道 其实有一个很爱很爱他们的阿爸天赋 所以我觉得上帝给我最大的旨意就是 不只是我帮他们实现愿望 长大了过后他们会回想 知道有一个姐姐帮他们庆祝生日 他们长大后也会 给世界上一个祝福 小孩子的成长过程 他们一定要有快乐 一定要有更好的童年 所以我觉得 做One Reach SG的创办人对我来说 它是我的 destiny 我一直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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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我完全在做的 非常好 作词